2018年10月12日 巴拉圭国家电视台第九新闻频道 播报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首都大松三市的谋杀案件 而这起案件的现场 却刚好出现在了这间 被当地人称之为 德菲尼斯恐怖屋的建筑内 这栋房子最早是由 该国著名的医学博士 马里奥路易斯·德菲尼斯 在1935年时修建的 但不知何种原因 似乎德菲尼斯一家在这里住的 却并不顺心 借二连三的变故 让这个富足的家庭 很快落入了贫困 据说在德菲尼斯博士死后 他的妻子甚至需要求助于慈善机构 才能勉强度日 最终这栋建筑在几经转手后 也被他的主人遗弃在了这里 而在随后的十几年里 这栋建筑甚至曾被当地的黑帮 私自占用来从事一些犯罪活动 2018年8月4日下午 当地警方接到这里的居民投诉 这所房子的四周 散发出了某种 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随后 他们展开了对这里的调查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却在这栋建筑内 发现了五具被害者的遗体 这些被害者 是当地的黑帮成员罗达斯 和他的两个年仅只有4岁的孩子 以及罗达斯的父母 据警方调查 这一切的起因 是由黑帮内的争斗所引发的 凶手是一位22岁 名为波鲁诺·马拉贝尔的男子 随后 设置组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们通过直播的方式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讲述了这起案件的整个犯罪过程 然而当这名记者 穿过院子来到了这栋建筑内时 他们的收音设备 却在这里捕捉到了一些 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 当记者在院子里 向大家介绍这几名遇害者 当时所在的位置时 背景声中 却突然传来了一些 尖锐的喊叫声 通过这段增强后的音频 我们可以更明显地听到 背景声中的那些声音 但奇怪的是 当时这名女记者 似乎并没有听到这些喊叫声 她还在继续带着摄影师 去往下个遇害者所在的位置 随后这起事件 也在当地被快速地传播开来 很多人猜测 或许这就是案发时 现场那些受害者 发出的嘶喊声 由于这栋建筑的那些可怕的历史 目前 她已经被当地的一家教会所接管 每个礼拜 他们都会在这里举行弥撒 或许 人们正试图借助这种方式 来释放这栋建筑里存在的怨念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是有一位不安的母亲 在自家的监视器中发现的 所以她也让这一家人 正在考虑 是否应该赶快搬离这所房子 在这段监视器拍摄到的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婴儿床的前方 出现了一个 如同烟雾状一样的物体 而据这名母亲讲述 她看上去就跟一个 蹲坐在地上的人物那般 我们甚至还能看到 她的腿部 胳膊跟头部 如果你仔细观察 还会发现 这个白色的人影 有些时候 似乎还在缓慢地晃动着 她的身体 而她的前方 则是正在红女儿睡觉的丈夫 这段影片的出现 让这对年轻的夫妇 感到了毛骨悚然 他们不清楚监视器 当时拍到的这个家伙 到底会是什么 但她却让夫妻二人 感到了惶恐不安 于是 他们立即检查了 这台设备拍摄到的 其他一些影片 而在这些影片中 却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据这名母亲讲述 他们在这栋公寓内 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但从未遭遇过 这种情况 有些观众 有提到 能够是 一只猫的 第九 如果是一只猫的 没有 这不是 这就是说 有医生的 医生的 是 一个医生的 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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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影片 是在2022年10月26日 位于韩国几州岛城市 附近观测到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你可以在影片里 发现这里的天空中 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一道道奇异的亮光 出现在了这里的上空 而这些光影看上去 就像是一条条长长的光柱那般 让人感到十分的惊讶 不可否认 这是一段有趣的目击影片 这些光亮 在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同时 但却又非常的漂亮 那么夜空中的这些亮光 会是什么 对此有观众表示 这可能是某种 类似极光的等离子体现象所造成的 而众所周知 这种现象 似乎只出现在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南北极两侧 还有人说 这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星雨 但我们却看不到 流星落下时的景象 而在这些分享者提供的影片中 这些亮光看上去 更像是悬停在空中那般 那么你觉得 夜空中的这些奇异的亮光 会是什么 No.8 Steve Ballard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探险爱好者 他在退休之后并没有选择平静的晚年生活 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户外探险和四处旅行上面 Steve更喜欢去一些废弃的古堡 又或是战争期间留下的地下公室内 根据他的说法 这些地方更容易带领着他 找到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 是Steve在爱尔兰一处 名为梁宝隧道的地下公室内探险时拍摄到的 这条隧道修建于二战期间 据说它的长度可以一直延伸到肯特郡的东南部 这里在历史上不仅作为紧急时的避难所使用 而且它还是当地人们 储存物资以及粮食的地方 这也可能就是当地人称它为梁宝隧道的主要原因吧 可是当Steve在进入这段被碎石封闭的入口时 却刚好拍摄到了发生在这里的奇怪一幕 这阵烟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色透明般的人影 刚从这些石头的缝隙中出现那样 此时Steve跟另一位探险者 立马打开另一只手电 照向影子出现的这个位置 可是也就在此时 这个奇怪的影子却消失在了这里 也有观众形容 这阵烟雾就像是一个刚站起来 又立即蹲了下去的人物那样 可是在Steve靠近这些石头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石头之间的缝隙 非常的狭小 根本无法让一个人躲藏在这里面 随后感到困惑的两人 在此查看了一番后 便离开了这里 然而 这可能并不是他们这次的探险中 唯一的一次离奇的遭遇 当他们回到家 查看当时拍摄到的这些影片时 还发现了另一段奇怪的画面 这段来自某处医院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 是由Lucy Tribune在2021年4月时所分享的 据Lucy讲述 这是真实发生在她工作的这家医院内的 一件离奇的事情 当天凌晨5点左右 坐在病房外咨询台后的Lucy 跟她的同事 以及一位清洁工人 他们同时看到了 发生在病房前的这一幕 当时坐在咨询台后的Lucy正跟她的同事 谈论着一些工作 此时同事突然看向她的身后 并提示这处病房前出现的异常 从这段监视录影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窗帘开始了抖动 这诡异的一幕立即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看向这处病房 在当晚的这处离奇的遭遇后 Lucy跟同事检查了这处病房的四周 据Lucy讲述 在他们检查过后 发现这里附近 却并没有通风口又或是窗户 而对于当晚Lucy的这一遭遇 不少观众则认为 医院是大多数人 离开这个世界的地方 所以这里存在着某些离奇的灵异事件 也不足为奇 那么对于Lucy此次的遭遇 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几乎在大多数宗教中都认为 无论你是谁 来自哪里 又或者你过着怎样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会有精神向导的指引 有些宗教中会认为 这是守护神 在帮助着每一个人 有些则认为 是亲属的灵体 在冥冥中保护着他们 2022年12月15日 一位名叫Whitney Allen的单身母亲 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Allen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产时 她突然在医院检查出 胎儿出现了些不明原因的异常 此时医生认为 这有可能会造成孩子 在出生后的健康问题 当时她与丈夫都感到了难以置信 在这段时间里 她的丈夫一直都在安慰着她 丈夫向Allen保证 他们的小儿子 在出生时会非常的健康 可是就在Allen生产的一个月前 她的丈夫却突然离世 Allen的丈夫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警员 2022年4月7日这天 她在工作时被蜜蜂遮伤 引起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导致心脏骤停 并引起了不可逆的缺氧性脑损伤 在丈夫离世后的不久 他们的儿子Lio便出生了 她就像自己丈夫所说的那样 孩子非常的健康 出乎意料的好消息 让Allen非常的高兴 这也是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在2022年12月15日的这天 一些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却再次发生了 这天深夜 小儿子Lio房间内的婴儿监控器 拍摄到了这样诡异的一段影片 从这段监控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正在熟睡中的Lio她的头上 似乎出现了些异常 看上去就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移动那般 也有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认为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抚摸着她的头发 可是Allen却认为 她更像是一个四处移动的光影 据Allen讲述 由于这是她用手机翻拍的监控录影 所以这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 此后Allen跟她的母亲 彻底地检查了这间婴儿房 但他们都没有找到 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而且Lio已经7个月大了 在此期间也没有出现过这类的情况 因此这让Allen想到了她去世的丈夫 或许那一刻是自己的丈夫 正在照看她从外谋面的小儿子 她相信是丈夫在此期间 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让Lio可以健康地活下来陪着自己 而她的丈夫也会像守护天使那样 一直保护着他们 2006年的1月19日 英尼一家名为Trans7的电视频道 播出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 几名爪哇岛当地的居民 在这里的原始森林中 寻获到了一只长相诡异的奇怪生物 它的体长只有不到20厘米 全身呈黑色 这个生物长有两只 如同人类一样的手臂 细长的手指 尖尖的牙齿 据她的发现者塔斯米卡讲述 当时他们正沿着这条小溪去网山林里 对他们几天前设下的狩猎陷阱进行检查 当时这只神秘的生物的遗体 就出现在这处河滩的附近 而且在他们发现它时 这只生物全身焦黑 就像是被火烧过了那样 但奇怪的是 它的头发却完好无损 轻轻触碰它的身体 这上面还会掉落下一些 如同黑色粉末状的东西 于是 他们立即返回 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 随即警方来到了这处河滩 将它带回 可是在他们的检验中却发现 这可能并不是一具人类的遗骸 不仅如此 塔斯米卡他们的这一发现 还令当地的人类学家 感到了困惑 因为他们在对该生物的检查中发现 它似乎与我们人类的基因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但这个生物的外形与相貌 却与印尼当地传说中的 一种名为 Jungle的生物非常相似 也有人说 那是一种 我们还未发现的新物种 可是对于这个生物的一些相关的具体报道 我们却并没有找到 据称 在这一报道播出后的不久 这个神秘的生物便被一名来自英国的收藏家高架购得 从此之后 它便再也没被展出过 下面这段影片 是有一位名叫CJ的 Reddy Pyeonghu 在2021年时分享的 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分享者从监视器的录影中 截取的部分片段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在这里面到底发现了什么 据分享者讲述 这树奇怪的亮光出现的地方 是他家农场后方的一处湖泊 起初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是 有人在深夜 从此经过时 手电筒发出的强光 但接下来出现的这一幕 可能会让你对刚刚的这个答案 感到质疑 当分享者 在将这段影片暂停播放后 以便让大家看得更清晰时 我们发现 此时的这束光亮 似乎就像是 已经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人物那样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他在湖面上产生的倒影 但在分享者继续开始播放这段影片之后 这一奇幻的景象 却突然消失在了那里 那么 这个奇怪的发光物体又会是什么 虽然不少观众试图帮助分享者找到答案 但似乎他们却并无法解开这个谜团 不仅如此 还有一位观众在这束光亮出现后 他似乎找到了 在这里发生的另外一些诡异的现象 No.3 想体酒店是一座建造于1845年的古老建筑 虽然它的占地面积并不庞大 但它却很可能是 纽约州那帕诺赫小镇上 最早的几栋建筑之一 而且这栋酒店还很好的 保留了它建造之初的风格与布局 理所应当的 它也成为了当地一处历史景点 但就是这样一处小有名气的建筑 却在2013年时 发生了这样一起离奇的目击事件 同年的1月15日 一台安装在阁楼上的监视器 在凌晨时分拍摄到了一个 如同烟雾般的神秘物体 正穿过这里的走廊 但奇怪的是 这一幕却并不像是从监视器镜头前飞过的昆虫 因为它看起来似乎非常的真实 根据这间酒店的所有者 萨尔尼科西亚讲述 这天清晨 他们接到了一些住客的投诉声称 在凌晨时分 他们听到了楼上传来的阵阵脚步声 可这却令萨尔感到了疑惑 因为阁楼上的那些房间 却并没有人住在那里 这就像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由于当时萨尔并不够资金来将他们新接手的这家酒店进行全部的翻修 所以他们也只开放了两层作为客房 于是 萨尔立即检查了当晚的监视录影 可是他却并没有发现 有人进入过阁楼 可是萨尔的妻子 在多次回放过这段监视录影后 却感觉 这个从此经过的物体 像挤了一只猫咪的尾巴 又或者是其他一些将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家的小动物 于是夫妻两人又再一次仔细地检查了阁楼 但他们却并没有找到任何动物在此生活过的痕迹 据萨尔讲述 当晚那些旅客听到的是 人在阁楼上行走时发出的脚步声 他认为即使是动物 从此经过 他们也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响 而且他们夫妻两人也并没有在这里饲养任何动物 那么当晚监视器拍摄到的又会是什么 2020年11月11日 每日劲爆刊登了这样一篇 或许会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离奇报道 而他讲述的 却是这样一段 真是发生在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温馨故事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报道中出现的影片 报道中称 这是2019年哥伦比亚波哥大事 一处居民家中发生的真实一幕 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名将赛缪尔的小男孩 当时仅只有一岁大 可是他却在10月31日这天的凌晨时分 从婴儿床内爬了出来 此时他的父母正在隔壁的一处房间内休息 他们还并不知道 这个小家伙正要去开启他的探险之旅 而就在塞缪尔爬到监视器的下方时 这里却是一处陡峭的楼梯间 在塞缪尔即将遭遇到危险时 他们沙发椅上这只名为加图贝拉的猫咪 却突然跑了过来 及时地阻止了这个年幼无知的孩子 从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加图贝拉跑到塞缪尔前方 加图贝拉尽可能地阻止他继续向前爬去 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将塞缪尔推开的动作 这让我们感到了惊讶不已 而随后加图贝拉一直就这样 站在门口位置 他好像正在防止塞缪尔 再一次地爬到这里来那样 从当时哥伦比亚这家电视台的报道中 我们了解到 加图贝拉是一只被遗弃的猫咪 在他几个月大时 这家的男主人杰西德莱昂将他带回了家里 并以蝙蝠侠漫画中的猫女的名字为他命名 他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之久了 而且加图贝拉在三年前 就已经是几只小猫咪的母亲了 可是由于杰西德一家并不富裕 他们只能将加图贝拉产下的那些小猫咪 送给了一些朋友 而这也是让这一家人感到愧疚的地方 塞缪尔的母亲告诉记者 在他出生不久后 加图贝拉似乎就对他的儿子非常的感兴趣 他经常会在塞缪尔的婴儿床前走来走去 以往加图贝拉在夜晚时 他只会待在楼下的猫舍内 可是自从塞缪尔出生后 他便一直想留在塞缪尔的婴儿房里 无奈夫妻两人只能在休息时 将这扇通往楼梯间的门打开 以方便加图贝拉到楼下排泄 可是这天清晨当这位母亲在来到塞缪尔的房间后 却发现他的儿子已经在地上玩耍了 这让戴安娜非常的困惑 他查看了监视器的录影 想搞清楚塞缪尔是如何从婴儿床里出来的 可是在这一刻 戴安娜发现 如果不是加图贝拉 及时地阻止了塞缪尔 他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牛津城堡 是位于英格拉牛津城市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 它的具体建造时间了 在历史上 它也曾多次遭遇过毁坏 后来它的所有者 又在原有的基础上 修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据史料记载 牛津城堡的大部分建筑 在英国内战时 被毁坏得最为严重 保存至今的 也只剩下它的部分而已 18世纪中叶 这些残余的建筑 又被临时改建为监狱 直到1996年 监狱才被正式关闭 在2000年时 这里不仅被评为 英国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它也成为了英国的 一级保护建筑 但我们这次 却并不是来向大家 讲述它的历史的 它像大多数这样的 古老建筑那样 在历史上都曾流传出过 很多的灵异传闻 特别是它的这处 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地下室 据说这里也是 整个古堡灵异事件 出现最多的地方 2018年 银塞的低神联合新闻频道 就曾对这里 做出过一系列详细的报道 他们采访了包括 巨石强森的私人教练 在内的众多目击者 甚至在这些目击者 拍摄的影片中 他们还找到了一些 或许可以佐证 这里的确存在着 某些灵异现象的证据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 来自这位名叫托尼福格森的私人教练 当时福格森只是在路过这处黑暗的房间时 随意拍摄的 而在拍摄时 他也没有发现 有人在这里面 报道中称 这处看似窗户的地方 其实是一条狭窄的隧道 他的用途现已无法得知 但如果一个成人躲藏在这里面 似乎非常的困难 而这也并不是游客们 第一次在这栋城堡内 拍摄到这诡异的荧幕了 2022年11月19日时 一位游客也拍摄到了 这样相同的一段影片 据分享者讲述 这是他在监狱下方的地下室内拍摄到的 从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张白色的人脸 同样出现在了地下室的一处狭窄的隧道内 而对游客们 这一系列诡异的发现 牛津城堡的管理方 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或许他们也无法回答 影片中出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而这座近千年历史的古堡 仍旧每天接待者数不清的游客 或许 他也在利用这种方式 向我们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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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